2 3 魏宗辉 男26岁河南人 河南工程学院大专计算机辅助设计专业 大家好 我是魏宗辉 然后做了近三年的这个记者 然后现在呢是在职状态 然后今天来这里其实是想挑战自己 发现自己更多的可能 然后我个人的兴趣爱好比较广泛 平常呢就是写写诗 甜甜词 重重话养养狗 谢谢大家 都说你的名字有两个是吧 不止两个 高中的时候叫魏明 然后大一的时候叫魏清 大二的时候叫魏蓝 大三的时候叫魏晨 第一份工作的时候笔名有叫魏语魏文 然后第二份工作的时候笔名叫刘晨 然后我现在的笔名叫王菲 不是 你换这么多名字啊 因为我觉得我这几个名字都比较好记 就是三个字的那个名字不太好记 原来有一些知名的作家之所以经常更换笔名是因为时期不同 大多数很多人笔名就是用一辈子 你更换这么多谁记得清楚你是谁 我的时期也不同 就是每一次班里边的同学不同我就换一个 这样的话他们叫我什么名字 我就知道是什么时候的同学 你调皮 你用名字来测试同学们的反应是吗 对 那你即便是取名字的话 你的老师也会叫你身份证上的名字呀 老师也会喊你的名字来起来回答一个问题 不喊王菲你起来回答一个问题 对 因为老师是叫我的这个笔名 但是同学们就叫我的这个 这个 义名 对 你的鞋子为什么是两种颜色 而且你的裤管两个高度都 一个高一个低 对 因为我是比较分裂 我的特点非常多 有时候可能就是忧郁啊 有时候就是活泼好动 那你的手机号是不是也常变啊 这变 好多企业老板是很讨厌那个手机号老换的 都找不着它 那你要是进入职场的话 那老板受不了啊 因为你今天是用这个名字和客户联系 改名啊客户找不着你了 对 打电话过来 你说我不叫卫青 我叫卫兰 那这个客户以为你这个公司怎么出了什么问题 那怎么办 没有没有没有 这样的话 其实他们可能第一印象 就对我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印象 就那个名字非常多的 但他会怀疑这家公司啊 这个老便 这合同算不算数啊 没有 因为我在那个媒体工作嘛 所以说这个笔名是比较正常的一个事情 好 白颜 在求知过程当中 应聘简历上填的名字 可不可以填笔名一名 我们只认身份证上的名字 这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呀 包括我们劳动合同上等等所有 你上社保 上公积金 都只能认你身份证上的名字 听见没有 你的个性跟你的家庭